那很開心能夠再次被邀請來到故鄉 唯一的一場 其實我在全台灣都跑那個應後 這個花蓮其實是唯一的一場 然後我哥哥講說封兵 這裡 我也常常在封兵衝浪 然後也很開心 希望你們看了電影之後 能夠給你們自己加油跟打氣 也能夠戲裡面的那個不放棄的精神 也可以帶到你們的現實生活中 面對所有的挑戰 我們勇敢前進 謝謝你們 所以我們剛剛有講說 我們要為封兵改變三件事情 所以馬島 你有沒有三件事情可以提供給我們封兵箱 三件 我們就從我們馬島開始好不好 給我們封兵箱三個可以改變的事情 謝謝 他真的是馬導演啦 是啦 他們有講錯 但是這個不是我拍的 我是演而已 對 哇 突然來這個 首先呢我希望 部落的老人家們都能夠身體健康 所以在醫療上我覺得 好像大家需要被照顧一下 第二個當然希望孩子們的教育 我覺得我一直覺得 城鄉差距這種東西不會改變孩子們勇敢的心啦 那是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給孩子更多的鼓勵 有了鼓勵他就有自信 有了自信他就能夠勇敢做夢 是 因為以前我一直覺得說孩子有機會做夢 我們就要做那種一本千里的夢 對 但是我現在 現階段我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孩子要先 我們這個身為大人的 我們要讓他們有自信 所以這部片也是這樣 用掌聲去查一下孩子的自信 才能夠勇敢做夢 第二了 第二了 對 第三個 第三次 偷偷告訴鄉長 每個月可以很順利的來衝浪 其實鄉長不在我也是可以去衝浪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 第三個 我覺得 觀光好像可以做一點 紅冰箱確實是很漂亮的地方 然後他又可以連接到 從那個條路可以到哪裡 光復還是花蓮 光復還是瑞穗 光風 對 然後那個出河口很漂亮 對 觀光 交通 還有老爺健康 小朋友的 都有了 通通都 我這樣講有沒有 厲害 很厲害 真的 我們要用掌聲 擦亮我們風冰的信心好不好 對 來收掌聲 謝謝 謝謝周燕 謝謝 謝謝 所以我們是第一名了對不對 剛剛我們沒有講 是第一名 沒有花蓮就這一場 是 那就是第一名 我說剛剛那個比賽是第一名了嗎 我覺得 他就留給大家 心目中 他就是第一名 應該是怎麼講 我覺得名次當然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這些孩子們為了 為了他們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所得到的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更重要 所以他們其實第一次比賽的時候就輸了 那一次輸了 他們其實就廢笑了 那那個方教練為什麼還要在第二次去比賽 那個第二次去比賽 其實就是希望 讓孩子們能夠 過程當中能夠找到自己的聲音 能夠勇敢的展現自己 跟別人不一樣 沒有錯 我們就勇敢的接受自己 勇敢的展現自己 然後第二次去比賽的時候 其實只是要讓孩子們能夠 能夠勇敢表現自己 接受掌聲 建立孩子的信心 如果故事 如果按照邏輯來講的話 基本上是廢笑的 但是廢不廢笑不重要 重要的是孩子們有沒有得到什麼 可以繼續向前進的力量 這樣子 是 要不斷的往前走 也要謝謝所有的貴人的支持 對不對 謝謝我們 謝謝我們的 馬志祥 他把這個家鄉的這個分享會 留在我們花蓮 很高興喔 有你們大家的支持 我才可以站在這裡 那我現在就很開心 能夠大家與會一起來參加這個 我們一個共識地方創生的小活動 那我現在就來以身作則 香港要把背心先脫掉 我身為豐冰箱人 我會為豐冰箱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 身為護理專業的我 我會主動關心所有我們的鄉親 那第二件事 我會 我看到馬島有點緊張 我會用我的好人員 以及我的人脈 能夠來介紹我們豐冰箱的美 豐冰箱的好 也歡迎大家能夠來豐冰旅遊 更歡迎我們的馬島 如果每次來衝浪 麻煩到鄉公所打卡一下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我們求錢鄉長也是我的最愛的 我希望我跟他一起 能夠會為豐冰箱 做一生永遠的志工 謝謝 我非常的高興 今天能夠邀請到我們的馬島 因為剛剛我們還一直融入在那個影片裡面 突然好像人從影片到這邊的現實面 一下子有一點不太能接受 因為我們剛剛還一直 其實我一直在掉眼淚 我覺得我們尤姐講得非常的好 我們現在就很想為我們豐冰箱改變 所以我這一次用這樣小小的一個凝聚一個共識 能夠希望大家 你們想想看 你們可以為豐冰箱做的哪三件事情 那你們可以把待會結束之後 你們可以跟我們講 那我們也會在我們的官網 我們公所的官網 都會提供一些我們的資訊 我們也會收集好你們所想要為我們豐冰箱做的哪三件事情 我們這邊會做一個好好的一個回應 那也希望透過我的信仰 因為爸爸是牧師 我可以不小心透露一下 我的爸爸跟我們的馬島 爸爸是非常非常好 從小的同學 那我們馬島的爸爸曾經也在我的母校當過我們的校長 他真的是非常的高帥 也是我非常崇拜的一個校長 非常的認真 那那時候我爸爸有跟我講過 以前因為我爸爸比較狀況 家庭因為太多的兄弟姐妹 所以沒有辦法好好的讀書 他跟馬島的爸爸每一次在都是 國小都是在競爭一二名一二名 所以我常常跟我爸爸開玩笑 如果今天你家裡非常的經濟非常好 可能不是只有一個馬校長 可能還有一個江校長 所以我爸爸就去當了牧師 我是從小是基督化的孩子長大 所以我一直透過我的信仰 希望能夠為豐冰箱改變什麼 那我希望聖經也有講過一句話 我們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我們坐在他的身上 所以我非常的感動 我也希望能夠透過我的信仰 希望我們豐冰能夠是一個有希望的 有盼望的能夠是一個良善的豐冰箱 那最後呢我也真的很感謝我們的馬島 波榮來參加這樣的一個 與我們豐冰箱這樣的一個活動 真的非常的感謝 真的也非常的感動 在你裡面非常多正向的一些話語 和正向的信心 我覺得就是我們要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掌聲鼓勵 尤其是我們從小小孩子到年輕人 甚至於到我現在這個位置 我常常也會聽到一些負面的影響 但是我告訴我自己 我會用我正向的聲音 去抵抗那些負面的聲音 是不是給我們自己一個掌聲鼓勵 除了這個之外 我也真的很開心 也謝謝馬島的哥哥 就是成就這個小小的一個活動 那我也真的很開心 在這裡我真的非常的感動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那最後我也看到很多的來賓 還有我們的主席 也非常的支持 能夠與我們一起來 參加這個小小的分享會 那最後我也祝福與會的嘉賓 以及我們的記者媒體女士們 那能夠在這一次的一個小小分享會 除了剛剛我們馬島講的 我們也可以分享給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之外呢 能夠給我們一個自己最好的一個鼓勵 和正面的一個精神 那最後我也祝福所有的 與會嘉賓 大家都能夠身體健康 家庭幸福美滿 平安喜樂 好的 他的人口是4363人 土地面積162平方公里 我們有五個村 那剛剛鄉長發出了廣邀的一個邀請 就是每個人不只你是公兵箱的人 如果你想比公兵箱做任何事情 三件事情 我們今天開始明天上班 他們也坐那個車子這樣過去 那麼厲害對不對 我們可以跨越有沒有信心 有 我封兵我有信心 我們用掌聲來擦亮封兵的信心 好不好 接著呢 我們要邀請馬哥來為我們致詞 好不好 謝謝 謝謝馬哥 馬成豪馬哥喔 他一直在成就很多的事情 一直在做好多的事情 不管是小孩 兩到一百二十歲 在座的所有的孩子們 還有家長 還有長官們 大家小午好 非常好 沒想到身為一個導演的哥哥 有機會可以站上台說話 好 那我想這個的成就是因為 曾經有一次跟秘書跟鄉長 我們在聊 經過四月份 我們很低檔的狀態之下 我們有什麼樣的方式能夠激勵整個鄉 讓我們整個鄉能夠朝著正面的能量 正面的目標來走 那我想這個電影 似乎可以激勵我們 那今天 我雖然後半段來 這部片我看了三次 可是依然還是用眼淚來洗刷自己的眼睛 那我想 我想我自己身為 雖然我不是豐冰鄉的鄉民 但是我是花蓮 我很驕傲 我是花蓮人 我願意為豐冰鄉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持續 我承諾我持續一樣會在每個 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我會有志工在豐冰鄉服務我們的孩子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是我期許自己 我每個月要下豐冰兩次 因為我知道豐冰鄉有很好吃的餐廳 豐冰鄉有很好吃的香腸 豐冰鄉有非常好看的風景 所以我承諾我自己 我每個月我會下豐冰鄉兩次 最後一個 我身為我是一個驕傲的花蓮人 我為豐冰鄉是 我不會留垃圾在豐冰鄉 我去豐冰鄉之後 我絕對 我告訴我自己 我絕對不會丟垃圾在美麗的豐冰鄉 我是身為一個花蓮人 我是花蓮人 我驕傲 好 謝謝 謝謝馬哥 謝謝 其實非常低調的馬哥 他其實替花蓮做了好多事情 聽見歌在唱 歡迎來豐冰 謝謝我豐冰 我有信心 謝謝大家 我們再次用掌聲來擦亮豐冰鄉好不好 豐冰有沒有信心 好 你們今天再次謝謝我們的馬志祥 謝謝 謝謝教練 謝謝 剛剛到花蓮來上學 好 謝謝 我們謝謝鄉長 謝謝 謝謝 我們的思玉花代表 謝謝 謝謝馬哥 謝謝